红朝市103,邓摸石头过河林彪四人帮审判,邓小平打着解放思想,发扬民主,实事求是的旗号登上了中国皇帝宝座。 俗话说,新冠上任三把火,邓小平上任之初确实干了几件立国立民,颇得人心的大事。 在农业方面,邓小平把1962年时刘少奇搞的包产到户一成不变地在全国全面推广。 说到中国农村的改革,不能不提到安徽凤阳县小港村的农民们。 1978年,安徽遭到百年不遇的大旱,农民们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 此时小港村的农民们聚会,商量如何渡过难关。 当有社员提出秘密搞暴产到户时,全对28户人家拍手叫好。 但如此一来,又与中共的现行政策相为,弄不好就有坐牢和杀头之弥天大罪。 面对此艰难局面,农民们立下了血世,宣称如对干部因包产到户获罪入狱,全对社员负责将其子女抚养到18岁。 搞包产到户都要立下如此誓言,可见毛泽东统治中国时,把中国搞成了一个什么样子? 这是中国农民对毛泽东几十年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制度的强烈反抗。 就这样,小港村成了毛泽东死后中国农村第一个搞包产到户的地方。 万幸的是,时任中共安徽省委书记的万里对小港村的农民持同情态度。 此后,万里、赵紫阳、周慧先后在安徽、四川、内蒙古全力推广包产到户。 当邓小平上台后,包产到户成了其农村政策的一大基础。 到1985年,全国基本上都实行了包产到户。 就连毛泽东在适时树立的一面红旗、大债大队也搞起了包产到户。 这包产到户还真灵。 80年代初,中国粮食、棉花、油料、肉类大幅度增产,不但解决了十亿人的吃饭穿衣问题, 而且生活水平极大的提高了,市场供应充分,基于鸭肉应有尽有。 毛泽东时代老百姓逢年过节都吃不上肉,年年穿衣,靠发布票的苦难日子一去不复返。 凭心而论,中国人民今天能过上丰衣足食的生活,多亏了邓小平在农村的包产到户和经济上的改革。 在知青上山下乡问题上,邓小平的态度比毛泽东开明多了。 自1968年底,毛泽东把第一批知识青年遣送下乡起,到1979年的十年间,全国共有近两千万知青下乡。 经历了现代文明教育的青年去接受一种原始、愚昧、落后、野蛮的再教育,这简直就是对一代青年的折磨、摧残和迫害。 一代青年付出的青春、理想、信念、热血、得道的回报,却是彻底的绝望,甚至人生的毁灭。 到1978年,数十万毛泽东时代被遣送到云南的知识青年,在经历了十年的地狱般的精神、物质生活的折磨后,终于忍无可忍地自发地进行全省十万知青大罢工,争取回城的权利。 随后又派出了知青代表团到北京向华国锋、邓小平等中央要人们请愿。 华国锋以毛泽东继承人的身份,当然不会同意改变毛泽东的决策, 就连曾任中央农肯总局局长、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司令、刚当上政治局委员的王震, 也对知青代表们大骂一通,说他们回城的愿望是为农肯战士丢了脸而坚决拒绝了。 并软硬兼施地逼迫知青赋经请愿团做了检讨后打道回府。 知青首次大罢工失败。 唯独邓小平委婉地对知青上山下乡表示了自己的态度, 我们花了三百亿,买了三个不满意,知青不满意,家长不满意,农民不满意。 1979年元月,云南蒙港农场知青再度自发组织罢工。 此次罢工运动非同小可,知青们选出了自己的罢工领导机构, 通过了罢工宣言和至全省农场知青书。 成都知青胡传本任总指挥,北京知青吴向东任副总指挥, 昆明知青李中承认罢工纠察队长。 决心以绝食表示最后的抗议,不回城,无宁死。 元月23日,在数次通电中央未得到任何答复的情况下, 几千知青进行了空前的大绝食, 以此抗议毛泽东强加给一代青年的悲惨命运。 中共当局派出的中央调查团团长, 面对数万知青的以死抗争的悲壮场面, 深受感动,扮演了为民请命的角色。 元月28日,中共当局终于从毛泽东的知青政策上退了下来, 决定满足知青们的回城愿望。 此后一年时间里,全国近两千万知青从原始、落后、贫困的农村, 便将相继返回了有着一点现代文明的圣语司、长语司的城市, 开始了新的生活。 在对外交往、交流、发展经济等方面, 邓小平也比其前任毛泽东开明了许多。 毛泽东一坐上皇帝的宝座后, 就关闭了对外交往的大门, 坐进观天寺的自封世界老大, 甚至在中国人民一不遮体, 食不果腹的情况下还编出, 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人民在受地主, 资本家的剥削和压迫, 在过着地狱般的生活, 在受苦受难, 在等着我们去解放他们的弥天谎言。 而从小就留学法国, 并见多识广的邓小平就不同。 他公开承认中国的贫穷与落后, 打开国门大力提倡对外的经济技术交往。 1979年, 在中国广东的深圳建立了第一个经济特区, 在特区内实行了更加开放的政策, 以吸引外资。 此后, 又欢迎外商在中国大陆 投资办厂经商。 外资的进入为中国经济发展带来了新的活力。 到1985年, 对外开放又扩大到沿海的12个大中城市, 后来又扩大到全国各地。 对外经济开放的同时, 又内国营企业进行了各种改革试点。 先是扩大企业自主权, 后又搞承包, 挣起分开等等。 但客观地说, 由于体制上的因素, 产权上的因素, 国企负责人任命制等因素, 国营企业的改革是非常不成功的。 在任的国企领导人, 在没有任何权力制约的情况下, 最关心的是在自己的任期内如何多捞, 快捞更多的钞票, 至于企业的经济效益, 职工们的利益, 那才不关我的事。 你工人们有意见吗? 那没关系, 上告就是了。 我是上级任命的, 上级听我的, 还是听你的。 那上级我也早就用钞票买通了, 他还会不护着我。 现在又取消了毛泽东的四大, 谁也奈我不合。 正因为企业的领导者失去了必要的约束, 他们才敢有恃无孔地, 大张旗鼓地, 公开地惊吞国家和人民的财产。 企业改革的结果是, 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益逐年下降, 最后是亏损, 破产, 倒闭。 但这些亏损破产企业的领导者, 又没见有谁承担了相应的经济, 法律责任, 而且换个地方有当官的人多多。 在国有企业改革的同时, 邓小平又大力发展个体私营经济。 毛泽东当年把私营经济视作洪水猛兽, 统统消灭。 邓小平大力提倡私有经济, 倒却有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 复辟资本主义的味道。 到其去世时, 中国的私有经济占国民经济的比重已达30%左右。 这不能不说是邓小平经济改革的一大成就。 在教育科技发展方面, 邓小平也有很大功劳。 中国的教育, 科技事业和自1957年毛泽东反忧后遭重创, 知识分子被毛泽东划入阶级敌人一类, 被称为臭老九。 文化大革命后, 教育, 科技更是遭到了巨大的破坏, 在多数地方中, 小学停课达三年之久, 大学更是十年不招一名学生。 后来又提出了更加荒唐的从工, 农, 并直接选拔大学生。 在文革中的一部电影《绝列》中, 竟出现了一个没读过书的人, 凭一手老简就能上大学的世界级的最荒诞事来。 邓小平于1977年复出, 就立即恢复从高中直接考大学的制度。 1977年12月, 在中断了12年高考后, 第一次进行了全国统一的大学中专入学考试。 当累积12年之久的1000多万考生, 集上高考的独木桥, 有幸参加中断12年的考试后, 相信无论考上的和没有考上的学子, 对此都会留下终身不可磨灭的记忆。 毕竟他们从考场上看到了自己人生, 未来的一线美好的希望。 虽然最后考上大学的仅有20万人, 录取率不到2%, 但这是我中华民族从愚昧落后走向文明, 进步的一个开端。 30年后的2016年, 当高考录取人数近700万, 考生的录取比例已超过六分之五十, 老郎作为一名参加1977的首次高考, 并落榜的考生真有恍若隔世之感。 在军队改革方面, 邓小平也有较大的动作。 毛泽东在世时, 天天高喊要准备打仗。 其实毛泽东心中最明白不过了, 当今世界只要强大的工业化国家, 没有出现好战的大独裁者当政, 世界大战就不大可能爆发。 制造战争就要爆发的紧张空气, 完全是出于国内政治斗争的需要, 是为了转移人们的注意力。 邓小平在1975年复出时, 就提出了军队要整顿的口号。 现在当了皇帝, 更是大刀阔斧的整顿军队, 提出了裁军一百万的目标。 同时注重军事科学的研究, 注重军队装备水平的提高, 注重对未来战争的战略、战术的研究。 这次对于提高军队的战斗力, 也是有很大的作用的。 未来的战争, 军队人数的多少, 已经不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因素。 决定胜负的因素, 是一个国家军事科学技术水平, 是一个国家军事装备的科技含量, 是一个国家整体经济, 国力的高低, 是指挥员, 战斗员综合素质的优劣。 邓小平对军队的大力裁员和整顿, 也许就是基于对现代战争的认识。 当然, 邓小平对现代战争的观念、 理论与其他军事强国的领导人相比, 还相去甚远。 但无论如何, 比毛泽东的赵班当年打败蒋介石时的经验相比又强多了。 如果邓小平当政时, 中国面临一场侵略战争, 以中国的经济、军事、科学技术实力, 其结果是不难想象的。 不过人类社会发展到二十世纪末, 先进国家对落后国家的征服, 已不是单纯的军事征服, 不是凭据武力的征服, 而是经济、科学、技术、综合国力、 政治制度等方面的竞争。 从这一角度来看, 中国自毛泽东当政到邓小平掌权的五十年, 在与世界列强的竞争中, 是一个彻头彻尾, 实实在在的失败者。 而且败得之惨是自鸦片战争后, 中国国门打开一百多年所莫有的。 邓小平倒华的理论刚领事解放思想, 发扬民主,加强法治。 当他坐上龙以后, 又把华国锋搞宫廷政变逮捕的江青等人弄来审判, 以标榜法治。 只是一个搞了一辈子专制独裁的人, 想如西方民主国家那样搞法庭审判, 但给人的感觉真有点像邯郸学部东施孝平一样不是那么回事, 只从表面上去模仿, 没从实质上去领会。 像中国这样的挂着共产主义招牌的封建专制国家, 政坛风云变换, 成者王侯败者扣, 上台者自我标榜正统, 下台者统统斩首失众, 诸灭九族都不足为奇, 一旦把失败者弄上法庭, 倒真是奇怪得很。 邓小平当时算是一个法盲, 只知道权力可以决定一切, 纳致民主, 法治为何物。 邓小平被毛泽东整了两次, 就大呼冤枉, 而江青等人被华国锋莫名其妙地逮捕, 难道就不冤? 现在又在特别法庭上接受审判, 更是天大的冤枉。 而陈伯达, 黄永胜, 吴法宪, 李作鹏, 邱惠作等人受审, 甚至比江青等人还要冤, 从所认定的犯罪事实的来看, 更是荒唐。 陈伯达经刘少奇, 邓小平向毛泽东建议, 于1966年5月31日, 接管中共报馆人民日报, 第二天在毛泽东授意下发表的, 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一文本事配合当时的扫四旧, 当然也有麻痹刘少奇的意思。 但在特别法庭上, 又把此事作为陈伯达的一大罪状。 陈伯达成了邓小平文字语的受害者。 王洪文在1974年10月, 到长沙向毛泽东汇报周恩来, 筹备四届人大的情况一事, 是在正常不过的了。 直言说了句大有庐山会议的味道, 又成一大罪状。 王洪文又被邓小平以言定罪。 黄、吴、李、邱等人在文革出售迫害, 被林彪保下。 因是林彪的老部下而受株连, 被毛泽东钦定为反革命集团, 邓小平又将莫须有罪名夹在他们几人头上。 被审判的人在法庭上的表现也可圈可点。 冥满天下的毛泽东夫人江青在庭上时而大吵大闹, 时而河盘拖出, 时而慷慨激昂, 时而一本正经, 活脱脱一个泼妇家小丑形象, 把毛泽东的脸算是丢尽了。 王洪文在被捕时猛扑到叶剑英面前去要拼命, 但在法庭上也老老实实。 有温必答, 姚文元在被捕时就立即认罪, 在法庭上更是供认不讳。 黄、吴、礼, 邱等人受共产党教育多年, 对党内残酷斗争的程序和结果了如指掌, 知道只有低头认罪才是唯一出路, 作为阶下囚, 审判官说煤炭是白的, 他们也不敢说是黑的。 只有张春桥看破红尘, 在庭上一言不发, 令审判官们无趣, 更令当局者无奈。 真是大丈夫一个。 审判之初, 国人不明就理, 人人皆约可杀。 但历史无情, 随着时间的推移, 人们只会将此审判视为一场闹剧。 对于邓小平的审判闹剧, 世人一眼就能看出是名批四人帮, 林彪, 暗攻毛泽东。 邓小平批了几天后, 也发现不大对劲了, 毛泽东是共产党的创始人和开国皇帝, 再这样批下去, 最后是在批共产党和专制制度本身了。 而且, 其中许多问题, 邓小平还难脱干系。 于是起草一个, 关于建国后历史问题的决议, 把他犯下的天大罪行, 推给林彪和毛泽东的老婆江青, 实在推不掉就说是毛泽东起了好心, 干了坏事。 邓小平由于文化不高, 其在共产党这个专制集团中混了几十年, 对马克思主义有很深的信仰, 其思维方式带着毛泽东式的随意性, 其决策方式带有强烈的个人决断色彩, 对改革没有一个全盘的考虑, 也没有一个目标。 也没想过完全抛弃马克思主义主义, 搞经济建设就不那么行了, 中国今后的发展方向是什么? 改革怎么改? 要达到什么目标? 为达到这样的目标, 要采取什么措施? 经济如何发展? 体制如何变革? 这一切问题, 邓小平都没有一个全盘的考虑, 到后来竟说出了一句千古名言, 摸着石头过河, 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 在政治制度、经济建设、科学技术、 教育体系等方方面面都积累了许多成功的经验和现成的模式, 这些都是人类历尽千辛万苦, 付出沉重代价得来的, 它已成为全人类共同的财富。 中国作为一个后来者和发展中的国家, 完全可以借鉴甚至照搬, 以避免走弯路再付出沉重的代价。 可邓小平偏要采取盲人爬山走路的办法去摸石头过河, 走什么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再去碰壁交学费瞎折腾, 这与毛泽东式的瞎胡闹治国没什么两样。 说到底, 邓小平的这一套只不过是想把专制制度与现代经济、 科学技术来个有机的结合。 不过邓小平, 你错了。 政治制度是经济发展的基础, 没有现代的民主政治制度, 没有从制度上去保障每个公民充分发挥自己的创造性和潜能, 在一个压制、泯灭人性、限制人身自由的专制国度里, 根本不可能实现经济的正常、健康、高速、良性的发展。 马克思主义中的经济是基础, 政治是上层建筑的谬论应该修矣。 世界的现实恰是政治是基础, 经济是上层建筑, 政治基础决定经济上层建筑。 应当看到, 邓小平对中国的各种改革是相对于毛泽东的闭关自首, 愚昧无知, 落后倒退的某种程度的进步。 与真正意义的改革是相去甚远。 它和蒋介石相比, 其思想和对世界、 对人类社会、 对中国社会发展的认识也是非常的落后和保守的。 中国经历了毛泽东制造的大灾大难, 对于邓小平的小小的改革和改革带来的一点满足人民最原始、 最初级的衣、食、住、行等方面的好处, 人民仍然是满怀深厚的感激之情。 邓小平在取得了一些成就后, 其在中国人民心中的地位如日中天。 1984年前后, 邓小平在国人心中的威望达到顶点。 在10月1日, 中共35周年建国时的盛大阅兵和群众游行活动中, 北京大学学生发自肺腑地打出了小平您好的标语, 在天安门前接受邓小平的检阅。 齐情齐景, 感人至深。 相信在天安门城楼上的频频挥手的邓小平, 见到此标语也新生出了某种自满和得意的感觉。 但不知他是否有点忘形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